医生不得不把患者危重的病情告知家属 是玛丽大小的一个小童子 能把一个一百多斤的人给直接能咬死 反正有点不太相信 干功明显的异常 还有这个胜功也明显的异常 少少打 医生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当时那个医生一看到 这也转到那个中病江湖室了 皮虫伤害不容小觑 患者生命岌岌可危 我觉得他就成了植物 他有一天也会好的 医生奋力抢救 患者情况却反复不定 病人随着有大处觉得危险 如果抢救不过来的话 随着有生命危险 病重的老人到底能否获救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转到重症监护室之后 老人的病情并没有改善 各种指标都显示 马玉东老人的多个脏器功能 都已经受损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烦躁 这让医生和家属都慌了手脚 家属还那个想 我是不是转井南 转省省里的医院更好一些 我对他说 可以去上一医院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路上的风险太大了 病人随着有大处觉得危险 抢救不过来的话 随着有生命危险 接下来的日子里 马玉东老人的儿子 每天都守在重症监护病房门外 他无法相信父亲的病情会变得如此危重 同时他也正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我爸进了江湖市以后 然后我就在外边连衣裳待着 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孩子 我必须在那儿等着 我母亲身经不好 我家里全指着我父亲 如果说我父亲不在了 我母亲我估计也很快 我父亲没了 我母亲没了 我的家庭就没了 对吧 就是说我整个家就没了 所以说我必须要把我父亲救过来 时间在一点一滴流逝 可是马玉东老人的病情却没有丝毫改善 奇迹还没有等来 恶讯却传来了 因为第二天早上一查一查化验 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更加很难接受的化验结果 肝不能 我们这场的转眼比是几十 它几千 凝血的指标也太糊涂 医生立即对马玉东老人进行了饱肝治疗 并输入大量的新鲜血制品 而就在此时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老人的黄胆出来了 出血的倾向也进一步的加重 而且意识障碍更加明显了 就是在床上很烦恼 很烦恼 非常非常躁动 摆在我们面前首先是把他的面给他保住 经过血液净化治疗 马玉东老人的情况终于有了改善 这让医生和家属都看到了希望 就当所有人认为风回路转 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没想到老人的情况又再度急转直下 出现了希望的出血 因为希望的出血是非常厉害的 一出血量大的话 直接可以让病人死亡 这时候就是说家属撑不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治疗分量是非常高的 治的话有可能是人才两空 对吧 十几万花进去了 病人命没有保住 我们不治的话 他们要不治的话 就是说病人才六十岁 六十岁病人老伴在家里 病人就是儿子对我说 我父亲要去世了 母亲谁照顾 在残忍的现实面前 医生左右为难 可面对病重的老人 所有人都想着尽力一搏 医生们继续对马云东老人进行治疗 在这个危急的关键时刻 求生的信念比治疗可能更为重要 从一开始住院到现在 大概花了也就大概花了十几万 大部分还是都是借的 医生也是跟我说 就是说这个病非常的不好治 然后就说很多人治好了之后 都成了植物人 我当时就说植物人我也要 我觉得他就成了植物人 他有一天也会好的 所以说我就要求就说医治 医生不得不把患者 危重的病情告知家属 是马力大小的一个小童 能把一个六百多斤的人 给植物人给直接就说能不能咬死 我有点反正有点不太相信 干功明显的异常 还有这个肾功也明显的异常 摔消档 医生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当时那个医生一看到 这也转到那个中病监护室了 皮虫伤害不容小觑 患者生命岌岌可危 我觉得他就成了植物人 他有一天也会好的 医生奋力抢救 患者情况却反复不定 病重的老人到底能否获救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转到重症监护室之后 老人的病情并没有改善 各种指标都显示 马玉东老人的多个脏器功能 都已经受损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烦躁 这让医生和家属都慌了手脚 家属还那个想 我是不是转井南 转省省里的医院更好一些 我对他说 可以去上京医院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呢 路上的风险太大 病人随着有大处血道危险 抢劲不过来的话 随着有生命危险 接下来的日子里 马玉东老人的儿子 每天都守在重症监护病房门外 他无法相信父亲的病情 会变得如此危重 同时他也正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我爸就说进了江湖市以后 然后就说我就在外边 那个连衣裳待着 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孩子 我必须在那儿就说 在那儿等着 我母亲就说神经不好 我家里全指着我父亲 如果说我父亲不在了 我母亲我估计就说也很快 我父亲没了 我母亲没了 我的家庭就没了 对吧 就说我整个家就没了 所以说我必须要把我父亲救过来 时间在一点一滴流逝 可是马玉东老人的病情 却没有丝毫改善 奇迹还没有等来 恶讯却传来了 因为第二天早上一擦一擦化验 摆在我们面前 是一个更加很难接受的化验结果 肝不能 我们这场的转眼比是几十 它几千 凝血的指标也太糊涂 医生立即对马玉东老人 进行了饱肝治疗 并输入大量的新鲜血制品 而就在此时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老人的黄感出来了 出血的倾向也进一步的加重 而且意识障碍更加明显了 就是在床上很烦恼 很烦恼 非常非常躁动 摆在我们面前 首先是把他的命给他保住 经过血液净化治疗 马玉东老人的情况 终于有了改善 这让医生和家属都看到了希望 就当所有人认为 峰回路转 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没想到老人的情况 又再度急转直下 出现了希望的出血 因为希望的出血 是非常厉害的 一出血量大的话 直接可以让病人死亡 这时候 就是说家属撑不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治疗分量是非常高的 治的话 有可能人才两空 对吧 十几万花进去了 病人命没有保住 我们不治的话 他们要不治的话 就是说病人才六十岁 六十岁 病人老伴在家里 病人就是儿子对我说 我父亲要去世了 母亲谁照顾 在残忍的现实面前 医生左右为难 可面对病重的老人 所有人都想着尽力一搏 医生们继续对 马医工老人进行治疗 在这个危急的关键时刻 求生的信念 比治疗可能更为重要 从一开始住院 到现在大概花了 也就大概花了十几万 大部分还是都是借的 医生也是跟我说 就说这个病非常的不好治 然后就说很多人治好了之后 都成了植物人 我当时就说 我说植物人我也有 我觉得他就成了植物人 他有一天也会好的 所以说我就要求 就说一直治下去 就这样在医生积极治疗下 接下来的几天里 老人都在有惊无险中度过了 而就在此时 又一个突发的情况 横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老人病情一锅三折 到底能否治愈 当时我爸那个情况 说实话 我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 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这致命的皮虫到底为何物 在平时的生活中 又要如何防护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此时 马玉东老人又出现了一个突发的情况 肺部感染 导致了呼吸衰竭 眼看着老人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这让医生心急如焚 刚开始 他自己的呼吸包通过吸氧 还能买入身体的需要 但是很快就不行了 没办法 但是为了抢救病人 又再和他家属说 就是说得插管 不插管 我们的前功尽弃了 家属人那就插吧 医生通过呼吸机 对马玉东老人进行辅助呼吸 根据肺部采集的标本 同时根据断层扫描的结果 医生经过诊断 确诊患者为真菌感染 于是立即对马玉东老人进行抗真菌治疗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 老人的呼吸状况终于得到了改善 这一次的呼吸率进来 给我们上了血经浴场终于度过去了 然后我们捏了几天之后 又转到了传染革病房 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治疗 马玉东老人终于挺过了难关 谁也不曾想到 被这小小的皮虫叮咬之后 病情会这么严重 这皮虫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跟随着泰山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教研室的张瑞玲讲师 来到了农村 进行皮虫的采集 在草丛中 以及狗和羊的身上都发现了大量的皮虫 根据张瑞玲讲师的说明 我们得知 皮的整个生活史分为卵 幼虫 弱虫和成虫四个发育阶段 没有吸血的皮虫 只有芝麻粒大小 而吸血之后的皮虫 却可以达到绿豆那么大 皮虫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 那么一旦被皮虫叮咬了 我们要如何处理呢 发现被皮叮咬后 常采取如下措施 一 发现皮叮咬皮肤时 不可强行拔除 可用酒精涂在皮的头部 或在皮虫旁点燃烟头 蚊香等 数分钟后 皮虫会自行松口 然后用镊子轻轻把皮虫拉出 二 除去皮虫后 伤口要进行消毒处理 如发现皮的口气断在皮内 要立即就医 通过手术切开取出 近年来 被皮虫叮咬的事件屡见不鲜 2015年7月 山东省烟台市居民王女士 出现腹泻恶心无力 并伴随着发烧症状 后到医院就诊 被确诊为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即皮虫病 2015年4月 安徽省安庆市居民胡女士 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不少小红包 之后 她开始持续发烧 后经医院感染科确诊 戏被皮虫叮咬 造成血小板降低 2015年7月 陕西省西安市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连续收治了三名被皮虫叮咬的患儿 分别是两岁和五岁的女童 一名七岁的男童 加拿大著名女星艾威尔 因被皮虫叮咬 曾五个月卧床不起 治疗长达半年之久 被皮虫叮咬的事件频频出现 这让我们对皮虫不得不重视起来 然而大家对于皮虫又了解多少呢 皮虫啊 知道 你知道 那您知道那个被咬之后 那那医院症状吗 应该是咬吧 发红 听着说是 那个加持有了 留不定 发高手 不好吃 从电视上看到吧 这广州那边不是 有上了以后感染不死了吗 那一旦要发现被咬了 你怎么说 都赶紧把他拽出 那这个方法对吗 就把他拽出来 不拽出来也不行啊 是吧 通过采访我们可以看出 大家对于皮虫的危害 还不是很了解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要如何避免皮虫叮咬呢 首先自己能做到的 就是要穿这个长袖的衣服 能的颜色要浅一些 这样皮虫爬上去 你可以及时看到 检查一下 如果说要跑 就是要进树林里边 最好脖子上围上毛巾 如果说需要露营 把帐篷提前用那些药物泡一下 如果说穷义区回来 感觉身体不舒服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看 其实皮虫并不可怕 重点在于防护 除了农村地区以外 城市里的居民 尤其要注意对宠物狗的清洁 遛狗之后要及时清理 一旦发现皮虫叮咬 要及时就医 不要延误治疗 造成不可逆转的悲剧 通过这一个病人身上 我们能够继续那些教训 第一个 这个病人为什么发展得这么重 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他们误认为是感冒 第二个 他们假设认为 已经意识到有可能是皮虫腰上了 也是凭着教训性的 是不是自己能好了 知识发展到病情 病人开始烦躁不安 脏气功能严重损害了 那么才到达我们医院进行抢救 实际上他的救诊事件已经完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不能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皮虫而丧失 对于这种皮虫叮咬 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一定要在平时多注意防护 一旦被咬了 要及时就医 以免发生不可逆转的悲剧 2015年7月1日 在青海省海南州 一辆白色越野车 与迎面时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 造成三人被困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公安消防大队 立即干赴现场救援 由于越野车损毁严重 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破拆 扩张 并利用绳索拉拽来扩大救援空间 经过二十分钟的努力 终于将三名被困者救出 不幸的是 除大货车驾驶员受伤外 越野车上两人均没有了生命迹象 此次事故是由于越野车超速行驶造成的 平安365提醒您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 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 切勿因为一时的侥幸心力 而使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